大家好,我是Barry,我行你也行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回顾一下2020年 整个IT产业上的一些大师纪 或者跟VMware比较有关的我们一些重要的里程碑 首先,当然今年全球都受COVID-19疫情的影响 所以从2、3月开始,大量的全球兴起这种所谓远端办公、居家办公 Work from home 所以在这个期间,编为我们的不管是虚拟作命的方案 远存取的方案,大量的去提供给企业 让他们很快地去度过这一段非常紧急的时间 那当然台湾我们的疫情相对控制很稳定 所以我们全国大概在4、5月份大概就逐渐恢复正常 但是在国外其他地区的话,几乎到今天 今年全年几乎都是居家办公 像这个VMware,我们的美国总公司大概明年 一直要延续到明年的2021年的下半年 那第二个就是跟随了这个疫情的关系 在第一季第二季上半年的时候 企业普遍在谈一个叫BCP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怎么样的企业营运不中断 简单来讲就是应用云端的技术 运用很远端的技术 然后让企业的营运不受这个疫情 或者类似将来这种突发状态的影响 所以也伴随着这个BCP现在呢 今年一年全球企业加速了这个数位转型 上云端 但是其实台湾的这个产业 因为今年疫情相对控制的很好 所以反而没有像国外的这个企业 在今年一年当中 他们在非常压缩紧缩的 要强迫自己很快速的去做这个数位转型 不过大概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第三个我们也看到了 由于这个线上的视讯会也好 网络的这个使用 网络使用量突然这个增加很多 所以像Software Defined WAN 透过这个网络Internet的技术 可以让传统的这个专线的频关 立刻升级 立刻这个加大它的这个频关速度 提供企业很多的这个网络的应用 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再来就是大家今年都很关心的5G 那台湾这个政府5G平补释放出来以后 各个电信公司也陆续开台了 那除了这个个人用的这个5G的网络以外 大家现在都在今年到明年都在尝试探索 我们在企业专网Private 5G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应用场景 所以今年这个VM1 我们也在全球很多新的5G 特别是Private 5G 到边缘到这个基地台 这种微型的基地台 这些计划里面 我们也参与到一个开放式的云端的平台 那这个我们也看到 也是未来一个Private 5G 企业专网的一个特色 再来就是我们跟NVIDIA 这是全球人工智慧的领导厂商 过去除了在GPU的合作以外 那今天我们更往前推荐了一步 所以我们把DMware Cloud Foundation VCF 跟Tanzu这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基础的平台 一个是应用开发的平台 我们跟NVIDIA做全面的整合 所以包括NVIDIA下一代的这个DPU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Project 叫Project Monitoring 明年就会正式推出这个解决方案 那可以让企业很快的透过GPU DPU 大幅的去减低传统CPU的这种负荷 所以提高他们效率 让企业资料中心很快 每个都变成AI 变成一个超级电脑中心 那这也是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最后就是我们的摊数 我们一年前发布了摊数 这整个的解决方案 那今年我们正式把摊数推出了 那摊数包括我们从一个企业的微服务 从创建 营运到维护管理 那整个是一个很完整的基于Kubernetes 这样一个平台 又可以在既往的这个VM的这个平台上面 它是一个双引擎可以支撑 过去以往以及未来在VM上的开发应用 跟容器上的应用 所以摊数整个Portfolio 也是我们今年很大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大概我们今年很快的走过一年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的科技 也不光是VM位 各家科技场上都都推成初心 那我们看到明年还是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有看到更多的机会 希望我们2021年会是一个很好的一年 谢谢 我们新南周期下次见